今天小朋友要帶來的是淡水魚的故事 大家好 我們是舞台博小 烏凱淡水魚故事團隊 今天我們要介紹烏凱魚故事 故事要開始了 請大家專心聆聽 歌 withdraw 詩童魚在這邊 那個故事怎麼念呢 下面的牛馬對不對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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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怕菸秋 趕緊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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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造畢 好 跟他們講說 現在什麼雨消失 可能是不是乳酪 其他的雨還有 乳酪就是消失 為什麼會消失 就是因為沙子太多 乳酪都是躲在那個穴裡面 都是躲在 然後被沙子堵住了 然後被沙子堵住 它就去哪裡躲 沒地方躲 所以乳酪不見了 時間前很多 一個晚上可以抓十二條 以前 那現在爸爸選擇發生 那些穴 它的洞穴都被堵住 那時候我記得我國小的時候 一年吃一次雞肉 然後有人抓到山豬 或者抓到山豬的時候 才會吃到肉 其實我們雖然家裡養豬 可是只能賣給別人 因為家裡窮 所以變成魚類就是我們 我認為是我們那時候 是最重要的蛋白質的來源 所以我們中午前會放學 然後我們趕著去河流去抓魚 抓螃蟹 抓蝦 填飽肚子之外 也是涉及這個蛋白質 所以從小就是這樣長大 所以可能就這樣比別人家會 那我又很愛知道這種東西是什麼魚 國魚我又知道 母魚我又知道 老人家就會不會母魚 年輕人也不會國魚也不會母魚 就放在腦袋 所以這是我們做的 這個其實對盧凱主來講 其實是一個 如果說大家會善加利用 會利用的話 我認為是很適合 我們今天帶來了一箱 非常特別的課程 叫做台灣淡水魚的來龍區 裡面有魚 裡面有什麼呢 告訴你們 這一箱裡面的內容物 現在都擺出來了 全部都是去形魚 對 好 那這一箱沒有魚 但是呢 這一箱我今天幫你們上 你們要認真去 因為你們有個很重要的任務 直接拿去的東西來打 等我們上完這六堂課 我們要創造出一箱 屬於你們自己盧凱主的 這樣的行動展示一下 因為我們打算 把你們的魚做成標本之後 還有發展你們自己的 盧凱主的傳統的魚的知識 然後跟環境生態保育 很重要的觀念 然後之後我們要到下游 到海邊 甚至到離島的學校去 介紹你們部落裡面 很珍貴的淡水 這你畫一個布布 然後那個看這裡 霧台部落 他們有一條北愛寮溪 其實就有很多的淡水魚 而且是我們台灣 特有的原生種的 那我就藉由這樣的一個資源 原來的海神館的一個 行動展示箱 然後結合在地的一個知識 然後把它綜合起來 又設計了一個新的一套的 行動展示箱叫案 叫做盧凱淡水魚行動展示箱 那很機緣的就是 它剛好又很符合現代 我們希望海洋教育 可以跨領域的結合 所以我們又回到海神館 又辦了一個特展 所以這次是很特別的 先有了行動展示箱 然後才開始有一個海洋的特展 叫做盧凱與你相遇的特展 駱駛沙 還有一個是潘眼秋 叫嘎嘎駕駛 嘎嘎駛 那老師就補充到這邊 我想... 我沒有補充了 下次再補充 我想到再補充給大家 好,來 上次 您好,您好 我小時候有在... 就是剛好遇到爸爸風寨 我就在山下長大 所以沐浴 那時候沐浴超級差 一句話都聽不懂 那你後來才回到山上的嗎 對 回到山上沐浴突然變好這樣 那你就喜歡山上了 所以你個人喔 你願意投入保護戰水魚 讓溪流變得更好嗎 第一開始你來教我們的時候 其實我是練習是很抗拒的 真的嗎 因為那時候我沒有那麼喜歡魚類 就覺得魚類拿來吃的 所以要更加沈 好 預備 一 二 三 快快快 好了 平完了嗎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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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平完了 好 很快 都上去 很好 很好 是你發現了淡水有什麼特別 淡水有什麼特別 我超喜歡高森顧魚特 它為什麼叫掛褲呢 就是我們的部落名字就是什麼叫掛褲 就是它在那個大石頭附近 流一閃而過的那個感覺啊 就像就讓老人家覺得很像老鷹 老鷹不是為那個太陽照下來 不是為那個影子 很像在水裡面那個影子這樣 所以老人家 而且老鷹我會發出 非常像掛褲這種聲音啊 所以老人家就想到這一點 啊 你就乾脆叫掛褲這樣 所以我們足以可能會加一些 加一些詞來好好分辨 所以我們要跟老鷹跟我們的高森顧魚 這樣 那怎麼那麼不太 掛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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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委屈人家 要不然我們應該會看到 但是父親還說 如果他真的 我們有在這個河流有看到 而且未來他可能會增殖 繁殖的話 那他的名字應該就 就是用第一個看見的人 其實按照你們 其實我也不一定要按照我 總覺得好像是欠他們 好像有他們說 承認說這個就是以這個 這個小孩子 這個老老鼠的名字命名 總覺得好像欠別人一份情 那個是自己的個性 當然是滿高興的 以這個 有一條也是以自己命名 最起碼 所以那些老人家 他們的太太 都一直跟我開玩笑 你是想到說要吃那條魚 然後就想到你的時候 大家就講笑話 就覺得滿好笑的 總覺得又覺得盲觀 當你們配合這個圖 那大家都有看見 這樣的就是有經過審查的 才是穩當的 然後那個老人家還說 這個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因為以後如果有人要說 這個魚叫做什麼魚 我們就要說不對 這個叫老老鼠 是我們那邊的 先找到的 在我們這個合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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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介紹的這隻魚是 何士奇 然後它的族名叫蘇嘎斯 中間秋土 它的名字叫 蘇蘇 它的體是舌型 體是舌型 很好 它的身體是 顏著型 嗯 好 來 來 來 給我一個題 1 2 3 4 5 可是這個會有兩個 在另外裡面 對不對 所以加起來 5再加2 多少 好怪 對不對 太緊張了啦 沒關係 好 所以你這張圖畫完了沒 對 還缺哪個部分 因為我們的戶外教育展示課程 其實現在就等於是現在主流在推的本位教育 其實它把本位教育結合了科技進來 這是一個把過去引到未來的一個教學手法 孩子它不是只限於我只有這樣子 而是它要去轉化 它要去講出來 這是自主學習自我內化的一種過程 它其實不單單就是民主教育了 它結合了自然生態 結合了科學 結合了環境教育 甚至在藝術與人文 或者語文方面都有牽涉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一個跨領域的整合 其實對孩子來說 他的學習是很多元的 而不是單純就是卡在歐民族教育這一塊 他的斑紋這種就做不規則型的 不規則型的斑紋 然後這個 這個不是斑紋喔 這個就是側線 有側線的就是高三過五就是我 可是比較看不出來 你們傳下去 這邊有一條線 傳下去可以 我會特別想要帶他們去巡迴就是 其實藉由這樣的一個比較 他才能夠真的了解 他的家鄉有多珍貴 那果然就是有印證到 其中一個孩子就是 他其實一開始我去上課的時候 他不認為淡水有什麼好學習的 然後他覺得那就是吃的魚而已 可是經過這樣的課程之後 他覺得他對淡水魚比較有感情的 就是他家鄉的魚 尤其是那些魚 就不再只是可以吃的魚而已 那我其實最感動的是 他們對自己家鄉的看法 比如說他們霧台跟小琉球 都是一個很觀光的熱門景點 那其實很多的觀光客來 都帶進了一些垃圾 所以我帶他們到離島 去看到海洋的垃圾的時候 他們能夠連結去想到他們家鄉 其實有很多遊客來 然後也帶來很多的垃圾 遊客來這邊 丟我們的垃圾桶 我們是很樂意的 就是因為 部落裡面 有些人都會亂丟菸地 亂丟菸地 其實造成我們一個困擾 所以我現在會講 我會講 你看你們看到那麼有垃圾桶 你可以撿起來去放 不要壞壞大自來 是 滿欣慰的就是 這段期間我看到小孩子 多認識這些魚 也就是 當然是我 以我們 從認知上去了解這些魚 我相信他們在情義方面 會更愛護這個部落 會更愛護這個溪流 好 大家好 我是魯曼杜 我的身形是蛇蠍 就跟我一樣很苗條 是部落裡面最大的溫馭 我喜歡住在大城的洞圈內 我要生孩子時要去大海 寶寶長大後要返回淡水 霧財包包張後 殺死把我的心情是破壞 所以現在 部落裡面非常難看到 還有人類的過度捕撈 翻丟垃圾 讓我沒辦法回到部落的家了 這就是我們要講的大水魚的故事 謝謝大家 好的 那我們文住民在很久以來 這些傳統的做法 是我們要去推廣的 你有所需 你可以去取用 但是你不能亂來 你要去尊重那個平衡 那這個是要從小 就要開始去教導的 那盧凱 他的盧凱族 他的這些魚獵文化 有這種特質 那我們希望把它呈現出來 我們這次特展 是第一次嘗試 也許以後其他的部落 也可以 我們也想這樣做 好的 那我們今天 這個特展的開副典禮 到這邊就正式的完成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這個舞台的 很多人都會跟我講 你怎麼捨得把這個 自己的知識給別人呢 可是我想一想 那誰要做 我是滿樂意人家跟我取東西 因為我從以前就是這樣 而且我分享的是我要 我很專精的東西 我才會分享 因為有興趣 然後又精通那個 當然是 既然有人幫你更研究 更細一點 或者是發表出去 那何樂不完 所以我是那麼認為的 我開始進入到這個學校 那我其實是要跟 學校的民主老師 就是巴老師 他是自然科老師 那我們其實要一起去 教淡水魚的知識 巴老師在這方面協助我很多 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是盧凱族 然後用他對於盧凱族的文化 還有這些魚的經驗 他自己也是個很好的獵人 然後給我一些幫助 然後去補充這些教材 所以因為有他去帶入這些知識 而讓這個課程更有趣 然後也更有意義 在這方面的學校 學校推行民族教育這一塊 其實外面的聲音很多 孩子 孩子國小畢業之後還是要下山 還是要面對這個主流社會 他除了在我們的傳統文化領域之外 他還是要學習主流的文化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學歷部分 其實家長這兩塊也都很在意 也都很掙扎 但是我覺得這兩塊並不衝突 是傳統文化 傳統教育 我們所謂的那些傳統的品德 傳統的美德之外 他其實也包含了很多知識 我們要以傳統教育做一個媒介 讓孩子能夠去延伸到未來 他有他獨特的能量 將來他就有他獨特的位置 我總覺得如果大家都秉持著那個 把孩子送回來讀書的 我認為這個是我最期待的 其實這跟這個 最起碼這個 去住在這邊 會到最後會愛護這個地方 會把他的心力 付出在這個自己的部落 融入這個社會 所以我認為我最期待的就是 孩子真的是能夠回來 你讀書 是 阿世世大夫 阿磨阿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